假如你吃的魔法玩的剑 对手突然嘎蹦一下 开启了机甲高达 用炮轰 傲家伙 这他喵的玩的是同款游戏吗 就在刚刚 女主被炎帝用尽数困进了火焰牢 而且在火牢的真伤之下 她开始疯狂掉血 啊 没错 变态的肉盾终于掉血了 既然如此 女主眉普叹了口气表示 看来我得认真了 于是她慢慢的把脚放了下去 开始用手 用手玩游戏了 就在炎帝撒人 以为必胜要开香槟之时 接下来的一步 让他们瞬间惊呆了 因为欧皇不做人了 对齐飞 诶 飞 你飞 看到美普看高达玩的大炮 看着对面撒人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万万没想到 这游戏还能这么玩 炎帝心态崩了 为什么别人在玩机甲 而我还在耍着小剑再爱打 此刻 眉普微微一笑表示 让你玩了这么久 总该轮到我了吧 这一番轰炸下去 地表直接炸裂 炎帝被打得直接大脑骨折 这个他喵的是人还是boss啊 眼看大势已去 小弟们劝炎帝发骄傲 三十六级炮欧为上 开始高达虐约才能美普 心眼也是贼坏 想逃 诶 那就只有狗带了 在美普硬核的连番轰炸之下 奶妈和机关师双双狗带 要不是奶妈领走前给米一套个治疗 估计这会儿子炎帝也成废帝了 我这样说一句 no do no die why you try啊 你绝对想象不到 魔法世界的PK活动 妹子居然开启了高达 我来个去 对手心态直接崩了 打个架 犯着着用炮轰吗 就在刚刚 第二工会会长炎帝 看着正王的左右护法 再看着恐怖如斯的对手 瞬间他就破防了 于是为了世界和平 他打算使出鸭箱底的必杀技 同归于尽 但是世界最搞笑的事情莫过于 你同归了 诶 人家没于尽呢 而且那货愣是拍了拍小肚囊 毫发无伤 除了被吓了两跳之外 也就装备掉了点气 什么叫无敌 这就是无敌啊 在灭掉了全服第二工会之后 接下来就是女主美普拿奖励的时刻 但千算万算 敌不过对手偷偷计算 原来炎帝在零四前 早已通知小弟 偷偷把宝贝球转移了 一番操作猛如虎 一看结果0.5 呸 0.0好吧 看着结果 姐姐萌萌的表示 我有个非常狗的想法 既然这里打不到 那咱去附近小工会 再猜一波吧 美普脑子一抽 我虽不能普渡众生 但我可以祸害藏生 与此同时 自爆的米姨复活了 作为史上一高质量的冷酷老大 米姨瞄了眼四下无人 此时小弟们过来找他 他一瞄变脸 本来还想维持一下体面 没想到的是 小弟确实来补刀的 你觉得我给你吃了 我给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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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 我给你吃了 你吃了 我给你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绝对想象不到 欧皇妹子上一秒 直接打破了这枪法师 下一秒就被人一箭砍飞 不当人的欧皇生涯 就此game over了吗 通过大伙按地图一番无耻 推无情的扫荡过后 不当人联盟终于达成一点小目标 进入了全服前十 但身后的玩家也在忽视眈眈 为了稳住名次 为了站住脚跟 于是大伙决定分开行动 再战江湖 就这样一顿撒花打野呼呼下来 不当人终于上到了排名第八 而且此时一般的小工会基本也都被灭光了 由于人数上的弱势 为了防止大工会实施人海战术 妹子李莎建议放弃领地 带着球出门打游击 正当他们在商讨对策之时 这伙子 全服第一的高手高手高高手 剑圣佩英已经出关了 他自信地表示 只要没有开挂的 那我肯定就是天下第一了 于是为了给被怪兽咬掉的老二 和被机甲轰的屁股尿流的小弟报仇 他们一致决定要偷袭不当人联盟 而此刻 李莎作为一头脑当当 这预判了敌人的袭击速度 天下第一 对战天下无敌 本赛季最强 最燃 最炸裂的PK 即将开始 咱明儿个拭目以待 喜欢我的订阅关注 掰了个拜拜